7月卫福部配发23100剂的莫德纳疫苗 7月3号起开放75岁以上长者 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接种 不过第一阶段在花莲南区三乡镇的预约状况 依然不如预期 截至7月1号中午为止 玉里镇预约人数266人 朱熹乡54人 副理商159人 三乡镇的乡长都鼓励长者尽快预约施打 7月卫福部配发23100剂莫德纳疫苗 7月3号起开放75岁以上非原住民 65岁以上原住民长者接种 不过第一阶段的预约 花莲南区三乡镇预约依然不如预期 尤其是副理商 乡长表示 几次经验长者都不太愿意施打 一般都请村干事跟村长 去跟这些老 我们乡民讲 打这个疫苗的利大以弊 叫他们放心 不要害怕 因为在第二期是 有一些80岁的老人家 听到媒体每次在报道 说有死亡几个几个 他们产生一个心理的矛盾 所以说我们都请村干事跟村长 继续的去沟通 跟这些来施打疫苗的 跟他们沟通 叫他们放心 截至7月1号中午之前 预理镇预约人数266人 浊西乡54人 布里乡159人 三位乡镇长都鼓励长者 尽快预约失打 应该有40几个 但是有的不愿意 我们也有问他们 他们的意愿有的不高 县政府在7月3号开放各乡镇 大型的接种站 为75岁以上非原住民 65岁原住民长者失打 并且依照疫苗数量 以及失打状况 在逐步开放对象接种 也请民众把握机会语言 记者高双双 预理镇采访报道